下一期有一对组合 漫才组合 唱书子号 我们上一场也没聊透 就是漫才和相声的区别什么的 我们这一场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漫才组合的表演 有请 Zither Harp 我还是观众说的算 所以挺好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好事 他们几个老行辈 就那几个厉害的演员 对很多东西可能他有过自己的思考 所以才会写出来那些东西 我们现在我觉得就少的就是成天的 所以我希望这次经历这次 可以让我就再成长一点 我们还一定会坚持的 加油 我们这一场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漫才组合的表演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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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叫江梓浩 那么接下来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段 漫才表演的 如果我看过上一期的话 应该都知道 漫才呢是一个双人的一个表演形式 然后两个人的角色分工也很明确的 一个人是正常人 另外一个是个傻子 所以接下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昌鼠 你干嘛从那里弹出来啊 你是土蚝鼠吗 别搞了就赶紧过来 滑一点 很明确了吧 这个角色分工 那么这一期是聊人设嘛 说真的 我觉得我的人设早就应该崩的 你知道吗 昌叔你也知道 我做投球秀这么久以来 大家一直给我的一个人设就是 帅 你知道吗 就是个花瓶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烦 我感觉自己好像 无论怎么努力 大家就只看到我的外表 你头发好好看哦 看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 衣服哪里买的呀 所以我真的很后悔 哇 眼睫毛好翘啊 够了 所以我真的很后悔 我在想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 我真的想跟以前的自己说 不要做喜剧了 要不进来来演一下吧 让我过个瘾 现在我就来演现在的我 你去演以前的我 哎 以前的江泽浩 怎么现在才来 说好18岁来 我都30岁了 迟到了十几年吗我 迟到请吃饭 迟到请吃饭 你想吃饭想疯了吧你 你演一个30岁了 我有什么意义啊 演一个早一点之前的我 知道吗 哎 以前的江泽浩 来得太早了 他还没出生呢 还没出生 我怎么跟他交流啊 你来得太晚了 他已经 等一下 我穿越回去 他已经睡着了 睡着你这么伤心干嘛 我还以为死了的 这样子 我们直接演那个碰面的过程了可以吗 嗨 你认得我吗 我是未来的你啊 啊 未来的你你好 我是孤独的狼 在QQ上聊了这么久 原来你是个男的啊 你以为这是网友见面吗 未来的你 不是网民来好不好 你还孤独的狼 你恶不恶心啊你 你不觉得见到以后的自己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 啊 你就是以后的我 没错 好想现在就去死啊 我丢你脸是吗 你就是以后的这样子啊 没错 有很多以后的问题想问你 你问吧 明天会下雨吗 我特意穿越回来 你就问我有没有下雨啊 能不能问一点有用的 那我国现在的石油含量 还能用多少年 你还挺关心环保的是吧 放心 起码还能用个十几年吧 我知道了 老师这题选西 为什么突然唱歌回答问题啊 不要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以前是有很用心去做喜剧 我真的有很努力去写东西的 以前的江朝昊 你在干嘛 现在都凌晨四点半了 你整天饭也不吃 叫也不睡 写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 付出肯定有回报的 我要写我要写我要写 不要写了没有用的 我的情书啊 不是写段子啊 写情书写到凌晨四点半嘛 我还要这样子的以前 不要写了没有用的 我刚拖的地 关心地板 我都把你段子给撕掉了 不要写了没有用的 都抽筋了 都抽筋了不是应该伤心吗 不要写了没有用的 扁桃体发炎 干嘛多人演了个医生 还给人看喉咙 不要再搞这些 我以前真的是写段子的好不好 以前的江朝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要再写这种东西了 写这种东西没有用了 写剧就不适合你 你懂吗 放弃吧 不要啊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辞职了 不要啊 你看我这么没有人跳楼 我死了算了 你倒是拦我啊 行啊 你就这么想做喜剧是吧 那你去啊 继续嫌你那些破段子啊 你以后就知道后悔了 有道理 我再努力 也不会比昌叔搞笑的 什么意思啊你 我有面试得去一下不说了 昌叔他也在 算了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搞什么鬼 怎么有本这么好笑的书 什么书 昌叔 说你搞这么久就是夸自己是不是 你到底还演不演 我不演了 喂 你不是一直都想做透秀的吗 你不是说你从小就想做透秀的吗 他们都说我做不好的 说我永远只是个花瓶 既然都不合适了 这么努力有什么用啊 放弃吧 别人怎么看你有这么重要吗 你是活给别人看的吗 你在我眼里 你是超级搞笑的好不好 千万别放弃啊 昌叔 不是说我吗 你说自己的内心独白 你把光打你 谁上啊 当我这里干嘛 哈哈哈哈ahaha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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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的好笑 你敢掉的吗 够了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 上车 搞笑的形式 还是在阐述一个 挺深沉的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 对不对 前面我觉得 你们两个没有很从容 说说前面 我跟小彤有对视一下 我感觉我们两个 都没有太听懂 但是后半段特别特别好 我想听听于老师的感受 为什么给灯呢 引起了我一段回忆 我是电视学院学导演的 当时我的毕业大戏 里边就是两个 一个死人 一个活人 在不同时空来对话 就是一个双帘灯打出来 这个就是死人的那个时空 这个就是活人 现在的这个时空 所以刚才我一下就 特别回忆起来了 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是一种手法 相声里边没有这种手法 它很少 几乎没有 所以我觉得挺好 而且不乏多一些 其他的这种手法 再做开拓一点 我不知道脱口秀 我不知道这个漫才里边 有没有其他更多的 这个沿用这些的东西 真的不错 最起码能让人看得 这个这个 有感触 眼前一亮 新颖 挺好 谢谢 谢谢 但总觉得呢 没有 我给他俩的 就是期待吧 就是说 以后提到 说中国还有人说漫才 希望大家能想到 常书和子豪 谢谢感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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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说真的已经比上一场 我觉得 对 最起码 最起码普通话比上一场应该好一点了 我 我不敢说我 没有练过 他应该好一点 让我们来看一下 昌书子豪的得票情况 好 因为三个领校员都拍了灯 所以再加20票 其实就是前半段 你们把前半段调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前半段 大家好像没太懂你们的点 后面特别好 就是节奏 速度快 速度快了 再加上你们的口音 前面有可能听着太费劲了 对 听不懂 嗯 然后